被誘為聊天機器人 Check GDP之父的阿特曼 17號被董事會解除了 執行長的職務 消息公布這天 OpenAI最大股東微軟的股價 在每股交易時間最後30分鐘 股價應聲下跌1% 現在不到兩天 整個風向大轉變 因為阿特曼在社群平台上 發布了自拍照 這背景就是OpenAI總部 疑似要回國 OpenAI前執行長阿特曼 17號徒遭解職 事隔一天後 他在自己的X平台上 秀出這張拿著訪客證的自拍照 背景就是老東家總部 事實上阿特曼一被公告解職 總裁布羅克曼 也宣布與阿特曼同進退 但不到24小時 現在卻傳出 包括微軟在內等大股東 正向OpenAI施壓 要讓阿特曼回歸 OpenAI董事會17號 以溝通始終不坦承等理由 解除阿特曼的職務 另外也傳出OpenAI首席科學家 蘇慈克維認為阿特曼 不夠重視AI所帶來的安全風險 才會逼走他 然而阿特曼並不是完全忽視這個問題 更在一場公聽會上 表達對AI風險的關切 看來不管是OpenAI 大股東或阿特曼 在窗談未來發展之前 還得先處理人事異動 才能決定誰來帶領這家 炙手可熱的新創公司 金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